就这个地方,少不留神,就得赔得血泵无鬼啊 就在我准备离开西川版纳的时候 发现大变荒废的建筑,有别墅群 还有很多公寓式的建筑,有的还有精装修 奇怪的是,这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 在夕阳的婚姻下,显得特别阴森 于是我决定多待一晚 第二天白天,再来详细了解一下 这里曾经的辉煌,究竟怎么一去不复返了 这个地方呢,还是接待数多的游客 但是现在呢,看看 门庭冷落,而且这边新建的这个楼呢 都还没有,里面还没有装修完 就是一个硕大的一个空壳子嘛 这有几栋楼,全部都是这样子 真可惜 看看那边呢,还有那种小型别墅 包括这块的池塘,都已经干枯了 哇,看这个后面哦,真的是杂草丛生啊 看到,落叶满地 然后杂草变地啊 看看这边呢 哇 看这上头 看这边 往这走就觉得 就不热了,你知道吗 各位 就有点凉酥酥的感觉 看这个是它另外一面 跟大家讲述一下哦 这也是我听这块当地住的人说的 这个地方呢,它属于那个一个度假的一个酒店的 然后这也是那个酒店公寓 但是这时候盖了一半没有完全弄好 然后这个酒店老板跑路了 18年的时候,这还结团 然后人非常的多 19年的时候,好像老板就跑路了 这是应该就是那两年新建的 因为工程队拿不到那个款项 找不着老板 工程队拿不到钱 就只能建一半 然后就废弃到这 然后像那些 就是之前被忽悠的吧 然后那些 买的这些公寓楼的那些人呢 他们现在又住不了 因为没有完全完工嘛 看看这个上面 就这么大好的一片地方 全部都已经荒废到这了 浪费了 看看这一栋楼呢 上面好像是已经装修好的 给大家放大看了 看看 这个应该已经是成品房 但是现在 能看到里面还有浴缸 而且应该都是小壶型的 看 能看来 基本上里头好像都已经 床呀浴缸呀 沙发呀那些东西 门连桌子应该都有 就是已经没有人了 大哥你好 这现在没有人住了 没有 四年了 四年了 这房子这么好的 老子都好 回子都在 原来嘛 原来嘛 又原来包 又原来 卖 住 这家里没得人 没得人 这咋回事 倒闭了 倒闭了 您现在还在这住着呢 你在这买的房子吗 不是买呢 我们就得看房 看房 就是专门给他们守这一块的 是的 原来 原来越远住 又 又卖了油 这以前 以前卖这多少钱 这有多少平方 不知道了 我们就得 不知道 刚才在这周围转了一次啊 现在看我身后这些气房嘛 大家以后买气房的时候 一定要整谨慎 就像现在这 这些气房 老板都跑路了 很多人的心血血本都拿不回来